各位網友大家好 在開始之前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訂閱留言LIKE和SHARE 還有現在開啟小鈴鐺 讓新片出口可以馬上通知 如果方便或你麻煩頂到尾 先來講講樓市消息 差小物業股價處在今日公布最新數據 4月份私樓售價指數報308.7 按月上升0.29% 年升2個月總共升2.1% 按年下跌12.85% 看今年頭4個月樓價錄到0.84%跌幅 雖然4月還可以升 但升幅明顯放緩 看市場5月份基本上是督定跌 希望不要跌那麼多 媒體訪問來訪董事黃少倫 他說市場對撤壓後出現的報復式反彈 按月兩價齊升 但高息和新盤貨美囤積這些因素拖慢樓價回升步伐 維持原有預測 今年樓價走勢呈L型 上半年仍有機會下跌3-5% 下半年會略為回穩 全年下跌0-5% 而租金方面今年4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數佈186.9% 按月上升0.92% 同樣年升2個月 按年上升4.89% 而今年頭4個月私人住宅租金累計升0.400% 另外隨著樓價高企 年輕人正面對居住難的問題 今日佛育局局長何永賢回復立法會時披露 按照2022年調查發現 他說30歲以下一人申請居屋人士 竟然有超過半數是擁有大專或以上的學歷 他說由於公屋資源有限 佛育處在過去5年 編配共屋非長者一人申請者平均年齡要達57歲 而根據2022年統計30歲以下一人申請者有38,600人 按照教育程度分類 有52%是屬於大專或以上的學歷 另外有24%是屬於專上學歷 即是文憑或富學士程度 我相信有很多個案一年滿18歲 讀書時已經開始申請 因為一投身社會就已經沒有資格 單人工的入息上限是12,940元 另外再有名人入市 就是蔡兆芬的丈夫張俊 買入元朗、倚聯、巴維拉大道商號洋房 實用面積2562車 再加1,977隻花園 成交價4,400萬 折合車價1,7174元 原業主在2016年11月 以5,151萬5在發展商中一手買入 次貨7年半將免蝕了751萬5 相等於14.5% 這個單位有機會拿來自己住 因為蔡兆芬早在2015年 已經用2633萬9 買入同一個屋苑 迪維利亞大道商號屋 屋屋居民一直都自己住 面積小一點 只有1694呎 所以不排除今次就小屋搬大屋 但買這一類物業是純粹心頭號 易買難賣,兼且好壯下 我相信蔡兆芬在2015年買入的房子 到現在都未必有錢賺 另外過去幾年一手新入貨的屋屋 都是賺錢的利器 好像海樂園、貫德園 經常會聽到賺八成九成 最主要是有8個月在推動 就算近年樓價大幅回落 但這些涉樣幹是聞所未聞 剛剛出現了一單 這個新居屋是馬鞍山的錦進園 單位是C座中層4號10 實料面積311呎 屬於開放式連露台 在今月初放盤叫價230萬 其後被百居然買價 以225萬承接 折合車價是7235元 項目在去年2月才正式入貨 今次的成交是這個屋苑手中二手買賣 原業主在2021年7月 以225萬2400 一手在房儲買入 次貨未夠三年 將免失了2400 蝕福輕微 不過業主還要支付 裝修費、禮印費和今次賣出的佣金 但仍然跑贏市樓 相比同期樓價已下跌25% 另外關於內房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第一副總裁戈皮·納特表示 他們認為中國房地產行業問題 需要更全面的一男子政策解決 財政政策應該優先為房地產行業 提供一次性的中央政府財政支持 首要任務是調動中央政府資源 幫助一些已經預售但未員工的房屋 加快推進火的員工 為資不抵責的開發商鋪平道路 容許更大的價格靈活性 同時監察和減輕潛在宏觀金融日出效應 很多人都提出這個問題 因為今次的舊市 沒有直接幫助財困的發展商 而解決爛尾樓問題也著目甚少 另外根據彭博的報導 羅冰咸永道 涉及中國恆大相關調查後 今個月流失了5家中國公司的客戶 其中中國太平在星期一公佈 已委任北馬威 接替羅冰咸永道作為公司核數師 還有招行中國中貼華大科技東彭飲料 已相繼更換核數師 彭博認為事件顯示羅冰咸永道面臨挑戰 因為監管機構在查 他與中國恆大相關事務中的審計責任 另外恆大亦在今日出通告 清盤已由集團的資產獲取少量價值回收 但公司的流動資金和其他內部資源仍有限 考慮到集團債務水平 在公司缺乏重大新投資下 目前清盤人仍未找到可以滿足伏牌的指引 恢復股份買賣的重組方案 再來是二手的涉案幹 近日的涉案幹是有明顯的增加 可能是二手成交量多了都不奇怪 第一間來拍賣場拍出 深水埗AVA2200 中層H248尺 慢了360萬 車價大概14500 業主在2020年用了591萬買入 次貨4年漲免蝕了231萬 相等於40% 如果我沒有記錯 這個盤當時已經很高用 第二間都是單獨重建項目 就是資本策略為銅鑼灣U Residence 有間高層置實355尺 賣了750萬 車價大概21,100 業主在2013年以1568萬買入 當時車價超過44000 次貨11年漲免蝕了818萬 相等於52% 這是高雄高回證的後遺症 還有一間新鴻基位白石的雲匯 一座低層B1室 857尺 慢了1058萬 車價大概12300 業主在2019年以1577萬買入 次貨5年漲免蝕了514萬 相等於32.9% 又收到新鴻基高回證 所以發展商這些高雄高回證是匯力標 間接令到樓市氣氛轉差 第四宗為大國座港灣豪庭 9座中層2347尺 賣了525萬 車價大概15,100 業主在2021年用了610萬買入 次貨3年漲免蝕了85萬 大約14% 如果我沒有記錯 今座港灣豪庭 起碼都有4宗洩藥 第五間為屯門月湖山莊 二座低層基實 431尺 賣了344萬 自由市場價 車價大概7,900 業主在2019年以442萬8買入 次貨5年漲免蝕了77萬8 相等於17.7% 第六間為荃灣海日灣 二座高層施實 219尺 賣了397萬 車價大概18,100 業主在2019年用了433萬5千元一手買入 次貨5年漲免蝕了36萬 大約8% 第七間是官塘半身樓海匯 二座中層基室 550尺 賣了888萬 車價大概16,100 業主在2018年12月用了1027萬買入 次貨5年半漲免蝕了139萬 相等於13.5% 第八間是沙田第一城 四座中層D室 853尺河景 賣了850萬 車價大概9900 業主在2021年用了1078萬買入 次貨3年漲免蝕了228萬 相等於21% 最後這間是新鴻基位天水圍半身樓 Redland Seasons Park 六座中層B1室 521尺 賣了548萬 車價大概105萬 業主在2020年用了656萬2一手買入 次貨4年漲免蝕了108萬 相等於16.5% 另外還有一單鋪位是涉幅超過一半 就是在沙基灣道407號沙基灣中心地下2號鋪 面積427尺 註冊成交650萬 但看回業主在2013年11月以1500萬買入 次貨11年 漲免蝕了850萬 相等於56.6% 今天就先講到這裏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訂閱、留言、LIKE和SHARE 最重要是開啟小鈴鐺 等新片可以馬上通知你 如果方便的話麻煩頂到尾 下輪 再次貨 摩擦